美国德克萨斯州有议员提案 未来禁止所有中国人在德州购房 这样的歧视法律 为什么我或多或少还感觉挺好的呢 众所周知 近些年来 由于我国经济的强势崛起 在美国有很多反华的人 他感觉你中国人赚了美国人那么多钱 所以有华裔被袭击的报道 也有各种各样对华裔的经济歧视对待 这不美国德州就有议员说 近些年来 中国人在德州买了大量的房屋 把这个房价炒高上去了 所以他建议所有中国人 不管你持有绿卡还是持有各种签证 你未来都不可以在德州买房 这真是赤裸裸的歧视中国人 但是转念一想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真是特别希望德州这个法律通过 而且美国还有其他很多州准备效仿 当然了 如果一个中国人拿到了美国护照 人家是美国公民了 你在美国是可以买房的 这种人已经跟我们没关系了 人家买多少房我觉得都很正常 可是如果一个中国人拿到了美国绿卡 或者拿到了美国签证 他在美国买房 他买房的同时是中国人 我心里真是略微有点不爽 尤其是我想到 美国的房价不便宜 美国的住宅怎么地得三四十美元一套 贵一点的恐怕得上百万美元 能有这么多的钱到美国去买房的中国人 我真是想了解一下他这个钱是怎么出去的 他这个钱又是怎么赚到的 他把这么大一笔钱弄到国外去 是不是我们的资产就流失了呢 当然对于个人而言 你拥有多少财富 你怎么支配 你怎么使用 没问题 完全听他自己的 但是如果这个钱不是好来的呢 有没有可能有很大一批人 他这个钱真的不是好来的 从我国倒挡到美国 然后去买房的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我倒有点希望美国这个相关法案通过 这也告诉所有中国人 美国未必像你想象的那么好啊